在这个文化交错与流动的世界 会讲优雅台语的人已经越来越少 用优雅台语来讲文学 思想 智慧 境界的人 更是濒临灭绝 一直担心台语灭绝 而忧心如焚的林心玄老师 曾经花了十年的时间 出版了有声书 打开心内的门窗 走向光明的所在 和老先觉的话 推动优雅的台语 风靡了华人世界 销售量空前绝后 形成至今无人能及的林清玄障碍 为了更进一步推广优雅台语 在清凉音为林清玄老师 规划的三星一役系列演讲中 林老师首度用台语发声 将美好的感动 智慧的境界 生活的细腻融入其中 幽默风趣 痛快淋漓 是继打开心内的门窗之后 最动人的有声作品 林清玄老师说 她的人生就是在追求真善美胜的境界 她从小向往文学 是基于这样的追求 青年时期最新哲学 是基于这样的追求 壮年之后 进入佛学 也是基于这样的追求 她的座右铭是 平常不平凡 单纯不简单 这使她能保有细腻体贴的心 深刻的体会万象万法 能见人所未见 发现生命至真至情的美好 也能得人所未得 触及生活至善至美的感动 写作近四十年的林清玄老师 至今出版过一百二十几部作品 著作等身已不足以形容 她的书从地板叠起来 刚好触到屋顶 她说 希望在屋顶上开一朵莲花 一直开到天上去 让有缘的人都能闻到花香 也再自心开一朵莲花 有缘听见三心一意的人 就会闻到来自新海里莲花的芬芳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有台湾威听不懂吗 听不懂 听牙手 有 大家都听得有 因为我们今天 要用台湾威来演讲 台湾威大家想着说 台湾威 要演讲不简单 台湾威是 可以说历史很有趣 对 台湾威本来叫河路威 河路威是河南洛阳的威 这是很久的千年前在河南洛阳都说了 但是因为战争的关系 我们河路人一直在南洛阳 沿到万南 闽南地区 所以变成万南户 现在来沿到台湾威 所以台湾威的历史已经有过去千年的历史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都没在说台湾威 是因为 收到 这个 近百年以来收到外祖的通地 包括国民党的通地 台湾威慢慢的 失去 失去那种精神 我记得我小时候住在旗山 因为我家比较散 所以我不要讀幽阳 去到收到的时候 我一句公议就没人说 收到一年 老师那时候在教 叫我一定要说公议 不能说就没办法了 那时候老师就做五堆牌子 用茶做的 经头下说我要说国语 我要说公议 如果不能说的话就要挂那堆牌子 什么时候可以用牌子拿起来 就要去找人 讲台语的 你就要 他说 哦 你讲台语 牌子拿起来刮的阿玛棍 我就整天都不能说国语 所以到那儿 那五堆牌子都刮在我这里 每天就盘那五堆牌子回家了 到那儿 老师觉得这招不好 给我叫他说 拜你不用刮 因为你就不能说国语了 所以 说到这段历史 我觉得很心疼 因为历史的关系 虽然我们没办法说 我们妈妈教我们的牌子 所以在这十几年来 我用很多精神来提供我们的台湾牌 譬如说十几年前我出过一套 找到打开心来的梦汤 里面就录了一套用台语讲的 很多 很多黑衣裳黑衣裳听到都 哦 我感到很感动 因为我们以前听到的台湾牌都很粗 很粗 譬如说LP 这种 吃人狗狗的 这比较粗的台湾牌 很多人听到很柔的 很细腻的 很好听的台湾牌 台湾牌也常常去用五戒 说台湾牌好像很粗 譬如说 诶 这位女生牌很漂亮 哎呦 听得好像很粗 牌牌很难听 牌牌是很好听的牌 牌牌就是用牌牌口的所在 叫牌牌 好 牌牌 你看很文章 但是以前都去用五戒 为了要再拍这种五戒 所以我出打开心来的门堂 不然我又出一套台湾牌 给做减兴公民的所在 最近我出一套 给做老生各的牌 希望像我们的台湾牌 进入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知道台湾牌也可以说文学 台湾牌 说贴客 说寿称 说较轻的东西 也可以用台湾牌来说感情的东西 台湾牌也可以表现 很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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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气质 所以今天我们整个都要用台语来说 如果听不到 啥啥的 隔壁问一下 应该是会知道 我们阿波要说的是 欢喜心 贵生我 为什么要说这个题目呢 因为最近 我们台湾 我有一天看到了一个报导 说每两点钟 就有一个人阻塞 平均 平均两点钟一个人阻塞 你想起来是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发生 在台湾怎么会发生什么这种事情 我记得我小时的时候 听到说有一个人 在高山顶主塞 高山顶就是中山高峰 吉山中山高峰 我早上去中山高峰 又久了公里了 我用走的 走去中山高峰的 上山顶去看人家钓岛 因为那时候很多人钓岛 很虚似的 很虚似的 一定来看看 走很久才走去中山高峰 看人家钓岛 那钓岛的人 那一只只 拖到 到某某某某某 我看看 走一条 那时候就就拖到 我这四人 绝对没来钓岛 那时候的人 要阻塞是很少很少 很虚伽的事情 但是现在变成 很简单 很多年轻人 钓岛的事情就阻塞 譬如说有一天看报座 看了一个女孩说 因为生得太漂亮 让我们都阻塞 我就跟我们太太说 如果因为生得太漂亮 就要阻塞了 我这四人已经四百多次了 想到生得太美也要阻塞 如果生得太美阻塞了 我这四人已经四千多次了 现在年轻人 越来异己 越来越笑顶 好像人生对他们来说 是不重要的东西 想起来觉得很心酸 我们可以想到台湾人的祖先 我刚才说河南陋庸的人 那些千年前 在战争里面 为了要求生存 在河南洛阳一直南圈 来到漫南 从漫南来到台湾 走过黑水岗 断山过台湾 三百多年前来台湾 我刚才看一个历史的记载 一百人来台湾 有七十个 一半路中就死掉了 沿在海底 还是回到峰台 有三十个来到台湾 你想想看这周深的意志 意志是多少 建议 不用说三百年前 五十年前 新台湾人来台湾 还是一些军人 战争的人来台湾 那些都意志很严重的人 但是这种严重的意志 在台湾已经漸漸熟了 所以每天看播 我都觉得很害怕 台湾要走向什么地方 所以发愉 变成台湾人 是什么最重要的东西 有很多人 日记过得很好 但是不发愉 最近 镜头